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曼婷 很多人都會問說糖尿病有到底可以吃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一道 絲瓜滑蛋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一道料泥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像青菜啊 其實對我們糖尿病有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就是它裡面富含膳食纖維以外 它的含糖量也是很低的 那它又可以提供飽足感 所以比起我們去吃很多的飯啊 我們搭配適量的青菜來吃 其實對於血糖控制都非常有幫助 好 那我們倒入油以後等鍋熱一點 然後我們加入絲瓜 那絲瓜它本身其實熱量很低 像它100公克的話才17大卡 所以說對於譬如說想減重啊 或者是想要控制熱量的人 可能絲菜或是其他蔬菜都是很適合入菜的 那我們絲瓜翻炒了以後 然後加入一些水 就可以蓋上鍋蓋 然後先悶它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準備其他的東西 然後像是蛋的部分 我們先可以把它攪勻 然後就等絲瓜 那為什麼要在裡面加蛋呢 那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啊 就美國他們已經證實說吃蛋 並不會影響你的血膽固醇 因為我們膽固醇基本上都是內生性的啦 所以你外在食材影響其實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一天吃一到兩顆的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除非說你本身有血脂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會緊張的話 你就把蛋黃剃掉 然後吃蛋白的部分也是沒有問題 最害怕的是因為害怕 所以什麼都不敢吃 那反而造成肌少症 這是很危險的 好 那等我們絲瓜快要熟的時候啊 我們就把我們的薑末撒進去 好 我們薑末撒進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鹽 鹽的話我們適量加就好了 過量的話啊 那可能會造成我們血壓控制不好 那等我們鹽跟薑都已經加完以後 我們可以倒入我們的蛋液 加入蛋液以後 我們可以再加入一些枸杞 這樣子顏色看起來會整個又更漂亮 那蛋啊 我們不一定要弄到全熟 它只要差不多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做滑蛋嘛 那只要差不多半熟以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上桌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上桌囉 那這樣我們簡單又美味的一道料理就完成囉 那現在健康多益的影片已經在Youtube上架囉 那歡迎訂閱我們並且按小鈴鐺 這樣子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營養資訊哦 好看喔 谢谢大家